斯布珍 每日灵修 经文 你们也要去吗?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节 许多人退去不跟从耶稣 但耶稣不是一直都证明 祂是有福的源头 祂不是一直是你最可靠 最贴心的朋友 当你用单纯的行性靠祂 祂不是一直都赐你属灵的平安 你在世上还能找到 比祂更好的朋友吗? 是什么事使你转身离开耶稣? 世事复杂纷扰 有时连在教会也无法倖免 这时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头依在救主的胸怀 享受那属天的平安 心灵的宁静 在这样一个动荣不安 人心浮动的时代 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 更令人心满意足 我们为什么要见义思迁呢? 耶稣是这样一个可靠 爱我们到底的良人密友 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祂 把祂的名字刻在我们的心房 经上说 无论是死是生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我们愿向彼得那样对主说 主啊 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我们还跟从谁呢?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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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